坐垫对你任劳任怨让你做 你却在坐垫上放响屁 请问响屁臭不臭 街灯神秘坏掉 柯南却不在此剧组 大雄想吃瓜 却一个平地摔 这下看瓜的成了瓜中人 扔掉一拉罐 又碰到神城的大宝贝断了18厘米 就连图书馆的书都不是完整的 大雄回到房间 却不想遭到何能来袭 漫画被老妈清空了 大雄气到原地去世 太没素质了 出门要防外敌 回家还要防内换 蓝胖子也是感同身受 觉得现在人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大雄一通挑唆 蓝胖子拿出灵魂手杖 只要用它一碰 就会赋予灵魂 大雄拿出落网漫画 蓝胖子一发金手指 就赋予了灵魂 把漫画放在走廊 坐等老妈上钩 吃瓜不嫌事儿大 漫画哭喊着 求老妈放过自己被抛弃的命运 这下大雄上头了 点本子点书包 漫画必须点 客厅的东西统统也不能放过 蓝胖子劝大雄适可而止 小了大雄冲到街头 飞檐走壁哪里不会点哪里 别人手中的空罐 地主家的门柱 大雄点树的样子 都给虎夫看呆了 大雄虎狼之词 真男人就要折树枝 胖虎子认铁血真汉子 却着了道 大雄一句 不乱折树枝从我做起 彻底引爆了虎子的怒气值 大雄逃到公园 一个手滑 让堡垒火了过来 原来胖虎在公园里遭一臭名远扬 大雄决定理应奈何 给胖虎致命一击 故意煽风点火 再配合堡垒 让胖虎摔倒 接着继续拉仇恨 让胖虎深陷泥潭 胖虎本不服 却被接连暴击 大雄依然不依不饶 滑题变成了谈谈乐 胖虎终于怕了 被冥出害 大仇一爆 大雄回到家 觉得自己都被领寝齐了 八卦人八卦魂 八卦之魂永长存 拿出间谍卫星 乱扔垃圾罐的人 成了典型的教育对象 打碎玻璃就想逃 却被爆了家庭住址 随手扔烟头的人 被吓得差点原地去世 大雄认为 自己为家乡做了很大贡献 最好是心情爽 本想睡个午觉 犒劳一下自己 可做原本不乐意了 觉得大雄不学无术 整个房间的物品 都开始讨伐起大雄 起来楼下更精彩 两人来到客厅 老爸就坐上了印度飞毯 只要老爸是个渣渣灰 老爸一气之下 后扎门漏气了 老妈正面更惊悚 吸尘器秒变托尼老师 大雄想恢复原状 可手上竟然丢了 两人决定出门寻找 可刚出门 大雄的脚就不是大雄的脚了 好不容易被赋予灵魂 傻子才想复原 眼看大雄寸步难行 蓝胖子只好先行一步 大雄艰难地迈着步子走出几步 就乐于媳妇 还因为大雄在练迈克尔吉克逊的舞步 听说是鞋的问题 竞相建议大雄脱掉 穿上容易脱下男 先是被垃圾攻击 又被强光照射 最后一屁股坐下 这时蓝胖子回来了 眼看大雄要一命呜呼 蓝胖子按下开关 吸针器停了 毯子安静了 大雄真是自作自受 回到家中 庆幸没闯出大祸 和老爸看着垫子 说什么都不敢做了 那么小伙伴们觉得 哪些行为会让自己很反感呢